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要从马太福音12章47到50节 来看尊敬父母 有一天当耶稣正在教导一群人时 有人告诉他说 看啊 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 要与你说话 他就回答那人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 看啊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 姐妹和母亲了 看了这段经文 我们会觉得 主耶稣怎么会用这种态度及口气 说父母呢 难道经为神 就要把父母的地位降低吗 跟随主就可以贬低爸妈吗 我们无需猜疑 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玛利亚的细腻关注 就会可以看到主耶稣的孝心 他如何爱他的母亲 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了 让我们在神面前 一起向神清心吐一 亲爱的天父 当孩子对我们说 爸爸妈妈我好爱你时 我们真是欢喜异常 倘若他们能向你说 主啊我爱你 我们就更欢喜快乐 主啊我知道 你也在等着 从孩子身上享受这样满足的喜乐 我也深信 主能成就这事 带领孩子的心走向你 我为此 向你献上感恩 家里有幼儿的 天父 当孩子不肯听从你的命令 转向跟随世俗的脚步时 你了解我心中的无奈与痛苦 甚至让我想放弃他 这时候求主提醒我 主耶稣在面对 四人顶撞他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灰心或放弃 主啊我感谢你 不离不弃的爱 求主帮助我也能用这样的爱 爱孩子到底 家中有小学的孩子 神啊 我何等盼望孩子能爱你 并在主里听从父母 使他们的心事为人 能显出他们是属生的儿女 荣耀你的名 当孩子和我们 都在主面前如此学习时 你必得着满足 使我们能以你的满足 为最宝贵的奖赏 是的 主啊 你就是我们的奖赏 我们感谢赞美你 家中有青少年的 亲爱的主啊 当我在管教的过程当中 遇到圣经原则 与华人文化间的张力时 求你指教我该如何处理 叫我们在其中能表达合一 不支持孩子 认为我们是强势与独断 愿孩子从我们如何尊敬 及乐意奉养父母的实际行动中 有所领会跟启发 以更加明白主 你自己的心意 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献上感恩 我从管教孩子的世上 更体会到主是我的天赋 满了慈爱和忍耐 我为此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相信尊敬父母 在我们华人当中是 我们从小就都是这样学习的 其实是跟圣经上头是符合的 世界里头上头有这么说 我们当孝敬父母 是你在世上的日子得以长寿 那我想我们在教导孩子的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也以身作则 让孩子们看到 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文化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冲突 因为这也是圣经上头的教导 也求神保守我们 若是您的父母亲还在的话 把握机会 跟他们表示您的爱 我相信孩子们也都会看在身上的 他们都记在心里头的 阿爸天父爱您 耶稣爱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